各位網友,又到許知院路生常談 個人所學而所力 雖然是這樣說的 但是我不是一個世界之友好的 我旁邊涉及到那些人 當然在這裡我舉很多賴 所以譬如我上一次說 我這個朋友在一個女士旅遊 多倫多的時候 在校兩個人相見 但是只有幾天 不夠一個星期她就要回去 所以你決定 你認為這個女生是你終生伴侶 你就在這幾天決定了 回去之後誰知道呢 天長地久 又回去這麼遠 那你就很難說了 這個每個人的奇遇 有時是實那間 你抓到就是你的 你抓不到就放棄了 這個結果非常之圓滿 到現在呢 她都非常之 不論是在事業上 在她的感情生活上 家庭原本上 都是佔了很高分 因為我太了解了 那麼在這個年代呢 我呢 也偶然間呢 聽到很多歌詞呢 是令人很感動的 我本身呢 就喜歡聽音樂嘛 雖然我是五音不全而已 所以我的子女呢 每個人都是四五歲 甚至更年輕一點 一定要學一種樂器 就是這樣 來補自己的失誤 或者這個限時 是不是 那就是由下一代完成 那其中呢 就是都值得呢 我們是這樣對下一代的培養 一個人有音樂 那個修養是好很多 孔子都每天都要唱歌 他不唱歌呢 就覺得很不快樂 而何況呢 這個人生 在世上呢 很多 特別這個年代 有不應該的年代 這個冤了無條夢 就是講 有不應該的年代 什麼叫不應該的年代 年輕人呢 不能夠說 不應該的年代 你在這個年代 你是年輕人 這個年代就是你的 年輕人一定應該有這樣的勇氣 你人生百年 這百年之中呢 我不相信你沒有機緣 而且 所謂天有好生之丹呢 完全是 你年輕的時候呢 老天都特別是照顧你的 你不信呢 你講得最簡單的話 我知道呢 有些打麻雀的呢 老師傅呢 往往呢 被那年輕人打到 打到 傻了 因為為什麼呢 他的手氣 和他的勇氣呢 他都弱了一籌了嘛 你怎麼跟年輕人比呢 所以這個呢 是 年輕人呢 應該呢 應該有一往無前 如果是 輸了呢 有的是時間 所以呢 譬如這個 所謂的瀟灑走一回 就是這樣 這個 這個呢 所謂什麼呢 我以青春倒明天 那些沒有青春的呢 你才說以真情換此生 因為你沒有青春倒明天嘛 你是靠什麼 要用你的用心去栽培這個愛情 然後呢 可以得到一份愛情嘛 但是他那些不是 是啊 我年輕的時候呢 我以青春倒明天 我這次呢 博弈 這個結合 好就好 不好的時候呢 天涯何處 無荒草啊 我一定要 一失戀的時候 拜拜叫的 不需要的 這個不是說呢 教你濫情啊 而是呢 人生呢 就應該掌握你自己 如果這個呢 有的不適合呢 這個錯不要緊的 你積取這個 這個錯誤呢 就是你的本錢 下一次你就不犯這個錯誤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亦都時時呢 記得歐陽生這個 這個 講什麼呢 他說 滿牧山河 我空念怨呢 落花風耳更相春 不如連取眼前人 你不如呢 連取你現在有的眼前人 你就希望不要放棄他了 希望呢 能夠和他好好的生活啊 哈 你空念怨又怎樣啊 落花風耳 你可以使得他天不下雨嗎 是不是 這個時代不是你的 你可以把這個時代 想起來是你的嗎 不可以這樣的嘛 所以呢 這個活代當下呢 是很重要的 年輕人尤其是 因為天以好生為德 生氣勃勃是哪些人啊 年輕人啊 所以呢 天涯何處無方楚 不要想著呢 愛情兩個字很辛苦 愛情兩個字很甜蜜才對的嘛 怎麼可以辛苦呢 如果不對就OK了 就消失找一回 如果對 不是教你濫情 是教你要掌握自己 我為東道子 不要做西風奴 是不是 你為做東道子 你支配你自己的命運 是最重要的 主要呢 就是希望呢 年輕人呢 他所得到的呢 就是一種光明燦爛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灰暗了呢 就不應該有的 如果即使是失敗 這些失敗呢 這些失敗呢 是你未來呢 累積的本錢 如果這樣看法呢 就完全不一樣的人生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失戀呢 或者是 有個 不愉快而已 但是讓它快點過去 迎接一個新的更好的 一個年代 所以 沒有說不應該的年代 你生在這裡的年輕人 這個時代就是屬於你的 你有這樣的志氣呢 你才可以呢 有作為 是不是 這個 所以呢 我希望 不管是愛情方面 各方面 都應該抱著一種樂觀 奮鬥 奮鬥 盡其在我 來做 這樣就OK的了 你沒有 能夠 十前十美的 是不是 你稍微有些挫折呢 你當作這個 這個 付出 一個 未來成功的代價 就是這樣的 那我呢 那我呢 再說回 這個 我 以前 是在 這些 的環境裡面 是 衝出來的 我個人呢 是 我上一次都說過 不應該有失敗的念頭 有失敗的念頭呢 失敗過不要緊 不要長期灰硬 在你的腦海裡累積出來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你很多 我覺得 有很多人 他為什麼有 瘋癌症呢 因為他不能夠 不能夠 支援自己 那種瘋癌的情緒 不能夠忘記 過去的失敗 的痛苦 這種呢 在現階段 是不必要的 我覺得不必要 特別是年輕人 因為你還有很多時間 這個是你應該有的 天生 有好生之德 這個時代是屬於你們 你為什麼要放棄呢 所以呢 就不應該是有這樣的 我記得我有個孤姐 在最艱難的時候 在大陸的時候 啊 自己呢 不知道第七類 黑七類 有幾類 她是女性來的 我們叫她是長孤 她是最後一個孤姐來的 那她跟我們說 她說 我有一次啊 我的腳呢 已經摟了出去的槍了 因為呢 黑鄉下又倒得不上黑鄉下了 就找出來廣州 大家去找她都找不到 在開屏呢 有個叫做薄濟橋 在那裡 她特意留住那雙鞋在那裡 那雙鞋呢 後來那些人不見了她 就周圍去找 就在河邊啊 去找 去找 居然找到她的雙鞋在那裡 原來她呢 放在一雙鞋 知道呢 將來的人會去找她 但是她要自己 在那個年代 知道 怎樣逃出 這個生天啊 她就找到廣州 廣州比較大一些 她就去到一個 沒有人的地方 或者 不是 沒有人認識她的地方 結果在那裡 落腳呢 她以前教過小學 就在那裡教小學 突然間 因為當時 初期 你知道土改 不是一個 很後期的 她的戶籍 還沒那麼完善的時候 所以 是 被她逃生了 但是呢 到了 她有一次呢 去到廣州 結果又被人發覺了 發覺之後呢 她想 唉 她說我沒有地方 可以走了 那就是 想跳樓 她一纏下去之後呢 她看見下面 那時候都是三層樓而已 但是人呢 生死關頭之前 那時候呢 一纏下去 她看到下面 哇 她就驚起來 她立刻回心一想 欸 我現在有恐懼喔 有恐懼喔 這個老天呢 要我不要死 我應該生存 結果她就 立刻呢 有這個減降呢 她立刻 將這個自殺的念頭 取消 結果呢 她活到九十歲 後來 平反了 所以這個呢 我是說一個人呢 是 在這個無可奈何的時候 有一種 這個 犧牲的念頭 灰色的念頭呢 都不應該有 所以應該呢 是 將這個不應該的時代 變成是一個 求生 一個呢 時代 然之是對的 人生一定是要 沒有說呢 每一步都是平安的 當你踏入一個危險的境地的時候 能夠將自己呢 保持一個 一個平靜的心 過這個關 這個人呢 才是有未來的 所以我今天呢 說一種 賴智 給年輕的人聽 多謝各位